- 如果你對Python有興趣 但還不曉得怎麼開始 這個影片可以幫助你快速上手 而且不需要安裝任何軟體 只要用瀏覽器就可以開始了 Python 這個大家熟知的程式語言 早在1991年就被發展出來 是由極多范羅舒姆所創造的高階程式語言 這位Python的創始人 目前仍活躍於Python的社群和科技領域 在他介紹自己的網頁中 簡短的敘述他在2013年加入了Drawbox 其中有50%的時間仍在做Python相關的工作 也是目前Python持續蓬勃發展的重要推手之一 Python程式語言排名目前僅次於Java和C語言 近年來發展迅速 這和Python簡易的語法和豐富的模組有關 被大量的應用在爬蟲程式 人工智慧和大數據分析等領域 我們所熟知的網路服務 像是Google、Drawbox、YouTube等公司 都有使用Python程式語言開發系統 這段影片我們想簡單的做出一個輸入文字和列印文字的程式 因為我們知道程式就是提供一個可以輸入的介面 經過運算處理後再呈現結果出來 而這段影片就是透過我們最熟悉的文字作為輸入和輸出的內容 現在你可以打開你熟悉的Python編輯軟體 或是使用線上編譯程式服務 reply 你可以參考我之前介紹此功能教學影片 或是直接點選下方資訊卡中的連結 就可以直接開始撰寫程式了 首先我要先介紹一個基本觀念叫做function 中文可以稱為韓式或是功能 以下我都以function做稱呼 function是一段可以被呼叫的程式嘛 我們可以傳入參數並取得回傳後的數值 有點像是數學中的f of x 如果我加x等於1傳入 那麼我就會取得2這個回傳值 在我們呼叫某一個function的時候 前面是function的名稱 後面的掛弧則是我們輸入參數的位置 我們可以直接使用Python提供給我們的function 或是我們自己撰寫一個 之後Ryan也會針對建立function製作一段教學影片 在今天這段影片我們會先使用Python內建的function input input 讓我們可以直接在掛弧中輸入要給使用者的訊息 讓使用者知道輸入什麼數值 而使用者所輸入的文字內容就是這個function input的回傳值 在這裡我們打開程式編輯器開始輸入 input 請輸入您的名字 在礦譜中這段文字我們必須要加上引號 單引號或雙引號都可以 這代表這是一段字串 程式語言中變數型態有很多種 像是數字、物件、陣列等等 其中我們要輸入或列印的文字內容稱之為字串 我們要明確告知電腦 這段內容就是字串 方法就是加上引號 如果我們要將兩個字串合併在一起 只要用加這個符號就可以囉 在這段程式中我們已經可以讓使用者輸入文字了 但程式沒有使用輸入的內容 那這段程式碼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將使用者輸入的內容 放到一個變數當中 使用變數的方式就是先取一個變數的名稱 在這裡我使用name這個變數名稱 然後再加上等於的符號 這裡的等號指的是將右邊的值傳給左邊的變數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將使用者輸入的內容 傳給左邊的name這個變數了 接下來的程式碼 我們就可以繼續使用name這個變數 最後我們要列印出使用者輸入的名字 在這裡我們使用python另一個function print 它可以將我們輸入的字串列印出來 現在我將剛才的變數name 放到print中 然後在前面加入一個字串 hi 完成後我們點選上方的執行 看看程式是否能夠成功的運作 OK看起來我們很順利的完成了 我們還可以增加多個input 所以現在我要示範再增加一個性別的輸入 OK這樣我們也很順利的完成第二個示範 你可以在這段教學影片結束後 試試加入第三個輸入項目 像是年齡 這個課程我們教同學學會如何使用function 了解python中function的意義 並且使用input和print這兩個python中的function作為示範 讓我們的程式可以輸入你的名字 和列印出你的名字 而名字就是字串 我們可以將它傳給我們自己定義的變數名稱 在接下來的程式中都可以繼續使用這個變數 或是更新這個變數裡面的內容 Codium 頻道主要是分享程式語言教學 和電腦網路相關知識 如果你想要收到最新的影片消息 歡迎訂閱Codium 頻道 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